哈囉大家好 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的影片要介紹 我覺得絕地索身M對小課玩家的一大福音 是我們的Royal Pass時期啦 只要你夠認真 對絕地索身M的熱情夠堅定 每天打開小姐一下任務 帶小姐姐吃雞 每天看一下絕地訓練營 練習一下技巧 每一次的Royal Pass都有全新的任務裝備 並且只需要購買一次任務防環的UC 就足夠你買下一季的Royal Pass 這樣還不夠吸引你嗎? 那就一起來看看絕地索身M 這次推出的全新的Royal Pass系統吧! 600UC給你全世界 全能反王又能獲得三款超好看的造型時裝 這樣的佛心廠商哪裡找? Royal Pass也是我們俗稱的RP RP是能讓你利用最少的UC 獲得最大價值的一個商品 要消費 要買時裝 當然要選擇CP值最高的 並且只要購買一次 都有把RP的任務解完 可以在等級獎勵中獲得 購買夏季RP的UC 基本上就是購買一次 夏季的RP也免費獲得 我們先來說說這次RP的特點吧! RP Prime與RP Prime Plus 是能讓你擁有RP上的特權 而且比單純購買RP會有更高的回饋 可以升起RP等級 購買積分、兌換道具等等 還有專屬AG兌換道具 RP Prime的特權有 每月領取價值300UC折扣券 每月領取100點RP積分 積分兌換道具9折優惠 使用AG兌換積分 達到連續訂閱月份即可領取 那RP Prime Plus的回饋又更多了 除了上述特權以外 每月領取的UC折扣券為900 並且還會有特殊等級評選名片 Royal Adventure 可以透過RP探險幣來遊玩 並且可以透過RP等級獎勵 與RP積分兌換中獲得 收集到的物資可以兌換很多高級的道具 真的是一個RP多重享受啊 RP暢王卡 這個部分就會比較像購買特權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更輕鬆或領取到更多的道具或者是加成 就可以考慮RP暢王卡的購買 並且RP連續升級的次數越多 暢王卡的價格就會越便宜 而且如果連續三個賽季都有升級到我們的RP的話 就可以免費領取暢王卡 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啊 RP活躍禮包 購買此禮包可以直接提升20個RP等級與寶箱券 並且將積分回饋進度解完 可以完全的返還UC 又是一個完全返還UC的產品 基本上買就對了 要買RP前會有兩個選項讓你選擇 一個是600UC 一個是1800UC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 欸不是都一樣嗎 差距在哪邊 沒錯這兩個選項最終的價值是差不多的 但簡單來說 600UC能夠讓你每天下班下課 都有馬上想打開絕地求生M的衝動 因為它必須要從LV1開始 但1800UC讓你直接飛上天啊 因為它會贈送一個Elypass Plus的專屬頭像框 讓你享受尊龍級的感受 RP等級直升25 讓你更輕鬆地來解決這些RP的任務 這些RP任務其實也已經簡化 而且積分獎勵也增加了 讓你在RP上花的時間更少 但RP的物品是沒有縮水的 讓求生者們可以更專心地投入大逃殺刺激的氛圍中 我認為可以透過RP讓你在對戰中更增添了一些目的性 基本上UC點數購買的最佳CP值產品 我覺得就是Royal Pass了 那你還沒有購買嗎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喔